YWD 这个视频的发布正好也是2023至2024 基本上国区所有雪场雪姬正式开启的日子 刚好这个时间点也到了我们 开始介绍我们25.4.3强滑雪功能性的服饰 刚好你是一个滑雪爱好者 然后无论是小白还是pro 你又是比较偏喜欢小众感的感觉 又偏低调内敛 然后又想在千篇一路雪场 跟大家有点不一样 我建议你可以看完这个视频 并且关注到我们25.4.3 OK 接下去请打开25.4.3滑雪服饰系的Let's go 首先我们为什么把25.4.3的雪服定义为强滑雪功能性的服饰呢 其实就是不想仅限于定义它为一套雪服 因为我们更希望以生活方式的形式 去让这个套系应用到你们生活当中全部的场景 不仅限于滑雪这个场景 因此这个套系其实就完全考虑到了初阶以及滑雪场景的应用 但讲到功能性我们丝毫也完全没有在怕 所以我们先来报告一下 冠冬25.4.3 枪化雪功能性这个套系的功能性的解析 Let's go 首先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指标 在经过我们长期的筛选和测试之后呢 我们最终选择到了以3L这种面料的形式 给大家做到了全压礁的1万加的防水 2万加的透气 以及1万加的透湿的这么一个性能的整体 并且面料给到了鲁道夫三防整理机 富有抗泼水抗油抗物的功能性 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插入 我们买了一个简单的仪器 欢迎来到25.4.3 LAVTORY 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 关于我们这一次雪佛的面料功能性的测试 总共会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它透气跟防水 然后第二部分是所谓的三防 防油防污还有什么是什么 防防泼水对 然后因为我们买了一个小仪器 你说不是我们也不是防泼水 我们他妈就是防水 没有它防泼水就是你任何水泼上去都不会说是 那人家会觉得我们只是防轻泼水 你要就说防水 但是防水 你的娘娘真是个天才 视频前面我强调过我们有做到1万加的防水 然后2万加的透湿以及1万加的透气 其实最重要的是透气性 因为很多面料就跟雨坯一样 你如果防水可以做2万加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防水跟透气是矛盾的问题 就它怎么样从里面的水泼器 往外面去透这个气 然后你保证汗液可以排出去 的同时你要保证防水性不能够升到里面 就正常的滑雪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难度 那如果你不考虑透气性的话 你只做防水 其实2万加3万加都没问题 就跟我们的雨坯一样 滑雪穿雨坯就OK 所以说今天这个小仪器就是来验证 它在防水的头时 然后给大家做到透气 我们不可能说很专业到 一个很强的一个水压去 往这面料上面去喷 但我们可能就尽量的展现一下 所谓的这一次我们3L面料的科技型 OK Let's go 然后这就是我们25点时间 它这是雪浮的面料 对 是就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质感 然后我们就用这一片 这些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拿来看胶印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初一样的胶印 这一面是正面 所以说 给它 灰漏 灰漏吧 就怕有爆雷哦 我们有放这个水进去 然后我们开始开始 透气了吧 就是下面是我们有一个 固定的气体然后来证明它 会冒泡的话就说明它是透气的 你看它这个 我再加一点力度 对 这就是已经可以证明我们在 防水的同时也做到了透气 然后一万加的透气是比较保守的 可能有一万三一万四 所以这就是 这支面料防水跟透气的综合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面料的 这个防油防漏 因为在滑雪当中 其实你在路上会经常 因为我们的宣传片其实也有拍 就是我在滚的那个 就是我在滚的那个 液土上面滚 其实不是为了拍雪 就是想证明它的灰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做的鲁道夫三岸房 就是这个tip 它这个是一个试剂 给大家做到的一层 防 防泼水防油防污的这种功能 今天在这边呢我们也简单的展示一下 我们有给到咖啡然后水果汁和可乐 就是常规最容易染上公司的三个饮料 然后我们分明把它倒上去 OK Let's go 开始 你拍了吗 再拍啊 我一直没断 这可乐 它亮度有点不够 这个后期你ISO往上面调 这个果汁 我不想倒到桌上 然后这是咖啡 原来同时也可以保存油渍的那个 但我们这边就不浪费油了 就不想买油了 也没什么意义 对 这就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 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性的 就这个是100%可以保证的 然后此外就是据说这个面囊 还是我们面囊上的所有 一定的保暖所有 你看一直可以飞在那边 由于是3L的面料会比2L的面料多做一层 因此面料会有可能会有那种不适应的硬 有点像始祖鸟的硬壳一样 因为你在滑雪的运动当中 其实衣服还是要相对来说比较柔软的 所以我们在筛选的时候 3L的面料里面 相对比较偏柔软的一种质地的那种面料 而去进行研发跟开发 至于裁片方面 我们基本上给到所有滑雪场景应用当中 我们能够想象到所有的应用 全部都已经把它到位了 比如说雪卡 然后包括腋下的拉链 然后裤子这边也有做到拉链 包括透气的一些功能 其实作为我来说 我认为雪服在挑选的时候 最重要的尤其对于前期的小白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功能性 因为其实真正的大神 除非你去划一些比较野雪这种 可能需要考虑一些滑雪服的功能性 但其实对于功能性的需求 最高的其实是小白 所以我本人也在清测了一波 我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很强烈的担保 就是从防水性到透气性到耐操性 我觉得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这边也可以贴上我所有摔跤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同时我本人也有一些滑雪圈 一些Pro级别的前辈 我让他们去做一些测试 包括一些运气也比较好 我们有较哈圈比较会滑雪 或者说现在应该算是滑得不错的 KC老师 亲自让我们去测试一下 所有给他的反馈都算是比较正面的 我们还是很有自信说 从面来这个角度 以我们的能力做到了极致 并且整个做工到走线也是做的 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满意 然后跟一些竞品的雪幅来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算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然后对于面的检测报告我也会贴上来 或者说贴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这套雪幅的设计和配色 以及搭配 在开始之前我们想要强调一下 其实这套雪幅是完全适用于女生 朋友的 我们也把sample寄给我们 算是比较会滑雪的一些女生朋友 去进行的测试 那基本上得到的反馈过来的结果 都是觉得还挺好看 我们这边也可以po出来 那些我的一些女生朋友的这些照片 那女生本来就是视觉动物 然后在基于强滑雪功能性的基础上 穿的不一样一点 也是滑雪生活当中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方式 在整个千篇一律的雪场上面满眼都充斥着 Burton AK 457 始祖鸟 甚至Seline Dior LV 那你选择一下我们25.4.3 也是一个挺酷的选择 不到设计方面 那整个雪幅市场上面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用到最多的其实就是有拉链 是从正中央这样拉起来 那这也是一个雪幅最标准的一个拉链的形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样子交叉式的 然后这边可能到这里 然后这里就直接到底 那这两种是大概占有 我目前看到的 可能会有90%以上这种情况 起初我们也是用那种方式去做 但是走了一圈 或者说经过了浅薄的市场调音 我们发现好像有点无聊 因为所有家的雪幅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雪幅 都是一种形式去展开的 或者说最多就是上面加一个柴片的扣子 那这种形式在我们看来是好看 但是它在我们觉得还好看的情况下 肯定是舍弃掉了一定的实用型 因为你真正比较好让你去穿脱的 肯定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经过了想象 最终确定了这样子莫名其妙弯刀的形式 好在出来的效果 我们觉得确实还挺OK的 然后给大家做到了这样子双向的大头 这么一个设施 也方便在你滑雪运动的时候 比如下面热或者像比如说收紧的时候 你可以从下面拉上来 我们也相信在今年的雪场上面 应该至少是今年不大会出现 跟我们一样这样开拉链形式的这种雪幅 有可能会有雷桶 但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然后在颜色方面 我们给到了三个套系的颜色 就是黑和浅黑 然后灰绿色 然后和灰白的颜色的拼接 以及我觉得最酷的颜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拼色 最早的时候我刚才也说过 我们想做的就是像蓝和灰白这种一个配色 但最终我还是把这个方案给否掉了 因为确实可能第一次做 我们尽量的可能用保守色去呈现 所以我们给到了这三个颜色 不瞒大家说 其实我们的绿和灰白的配色 基本上现在有些尺码已经快断码了 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已经给朋友做过一些发售 已经被消化完了 这也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因为我本来是以为 这两个配色是最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的 甚至也有朋友跟我们说 我身上这个颜色也很希望去做大货 但是我还是没有这个破例去一下子做很多 因为像这种雪幅 确实它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的量 你才能够跟工厂做一个比较好的协调 因为它确实不是说难做 是真的很麻烦 尤其是江浙的工厂 是不愿意去承接这种雪幅的开发的 因为它确实涉及到的工艺 会比较的不一样 但是这样子保守的搭配 比如说黑黑和灰灰 包括绿和白灰色的配色 相对来说比较是 oh shit 差一点 我觉得像这种相对比较保守的配色 也更加适合于日常通勤的一些场景去使用 也更加容易和你的库款跟鞋款做一个比较好的搭配 包括我们的雪库 实际上这个库型是完全不是基于雪库的库型去做的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给到日常搭配的功能型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上面有雪群 其实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在比较寒冷的秋冬 可能这个看似比较麻烦的雪群 反而给到了一个比较方便的作用 就是你可以把你内里的衣服在冬季的时候塞进去 这样也不会出现肚子漏风的这种情况 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型 包括它内里也做到一个双层 这完全不会在冬季影响到你正常的使用 那下一期说实话大家也只能穿短户就行 然后这个酷型适配到的所有的鞋款 在滑雪场上面的造型我们也会给贴出来 日常的穿搭的形式 我也会在视频的最后面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案例 那最后呢我们也感谢所有在这一波25.4.3 2324的这一波的产品 所有帮助到我们的朋友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线下的实际店铺 Stockis给到 然后包括一些雪具店和一些买手店 我们也会贴代这个视频的这个地方 如果有当地的朋友也可以去店里面去看一下 然后目前呢我们现在正在赶紧的准备2324 Drop Tool 然后在年前给到一个Happy Ending 也希望大家可以随时的来骚扰到我们 我们也24小时等候大家的骚扰 感谢收看 Bye Peace ou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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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